第二天早上,我们一早便前往苏州市毕波实验小学,和那里的小朋友一起上课。 这里是江苏省毕波实验小学,我们这几天都在这里上学。 毕波实验小学位于苏州城南美丽的宝带桥西侧。 学校建于1995年,现在有33个教学班,竟有1400名学生,是一所充满青春活力的学校。 陆校长亲自欢迎我们到毕波小学来进行进入活动。 本次我首先代表学校,近2000名师生,对大家的光明,表示热烈的欢迎。 Madame Dan也向陆校长致谢。 So on behalf of CHIJ Canada, I would like to thank the principal and the school. 快要上课了,大家都有点紧张。 现在站在我身旁的就是教我们数学的老师,请问该怎么轻辱您呢? 我姓吴,口天吴。 请问你在毕波实验小学教了多久呢? 我在毕波实验小学教了有11年。 哇,您的经验真的是很丰富哦。 请问你对我们新加坡学生有什么印象呢? 新加坡的那个师生到我们学校来的,我感到非常的开心,感觉大家也非常的友好。 谢谢你,老师。 谢谢。 这位是我在毕波实验小学52班的伙伴。 他的名字叫石金尼。 请问你对我们新加坡的学生有什么印象呢? 我觉得你们新加坡的同学在上课的时候很认真。 那请问你长大后要当什么呢? 我想当一名教师。 谢谢你。 老师您好,请问怎么称呼您呢? 我姓Ray,叫我Ray老师好了。 好,Ray老师,你在教英文时,遇到最大的挑战是哪一个呢? 书上面的内容比较枯燥嘛,所以要想一些各种各样的游戏去吸引他们。 然后呢,又要因为要考试,然后考试的内容呢,要是相对来说,比书本上还要更难一些。 所以说,这样子就发生了一个矛盾,让他们多做游戏,虽然是激发了他们的兴趣, 但是可能在那个知识点掌握方面,就是他们就比较掌握的不是很牢固。 这样子的考试的话,就是对他们就是有一定的影响,所以说这里有一个矛盾。 在结束访问之前,你可以用英语来向我们新加坡的小孩子打个招呼吗? 欢迎来到我们的中国,我希望你们可以一直来到我们的中国, 然后在我们的中国有一个好处。 当我们在上课时, Madam Tan便去参观逼波小学内的设施。 这个像一个厨房。 两位校长互相了解对方学校的情况。 我们一起上剪纸手工艺课。 大家都专心地做出美丽的作品, 老师们也跟我们一起剪纸。 Madam Tan还赢得了奖品呢。 放学了,我们启程去参观王室园。 王室园地方虽然小, 但是小巧玲珑, 造型瘦丽, 轻瘦典雅。 是中国园林营少胜多的典范。 之后,我们便去参观丝绸工厂。 这些是铲宝包, 丝绸就是用铲宝包土的丝所制成的。 这些都是用丝绸制成的产品, 好漂亮啊。 对吧。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吃了晚餐后,我们便去参观、逛前街 喂,你们还没有吃饱吗?又吃零食 上音乐课时,老师教导我们《茉莉花》这首歌曲 除了唱歌,老师还教我们这首歌的动作呢 今天,我们的手工艺课是学习怎样做迷速 大家都很有创意 看看我们的作品吧 放学了,我们今天要参观的地方是虎丘 让我的朋友好好介绍这个地方吧 大家好,现在我来到了虎丘 让我来介绍虎丘 虎丘海坝34.3米 占低约20公顷 山体围居经一亿五千万年的 终身带猪落季时代 喷发的岩浆内结而成的刘文岩 现在让我来访问一位朋友 嗨,你好,明珍 请问你喜欢虎丘哪一点 我喜欢虎丘的高塔 为什么 因为新加坡没有高塔 谢谢你 这里是双唐街 这里有许多有趣的东西 你看,到底他们是不是真人呢 咦,这是什么东西 老师们又在做什么呢 哦,原来这是个摄影机 能把老师们背后的蓝色背景 换成双唐街的景色 实在太神奇了 实在太神奇了